今天我们介绍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哲学思想的代表作《二十世纪的经典之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谬的《局外人》。 如果熟悉加谬,大家一定都知道,他和萨特·波夫娃都是存在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 我们说这个存在主义是什么呢? 它既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文学流派。 一种思想,同时是哲学思想和文学流派,这在几千年的历史上绝无仅有,头一回出现。 所以,我们今天就从这本书来看一看存在主义。 这本书在我们国内有的时候翻译为《局外人》,有的时候也翻译成《异乡人》,其实都是一本书,大家不用纠结。 在我们介绍书的内容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身边日常发生的一些事。 我记得前年的时候,巴黎发生了一次恐怖袭击。 事件发生之后,一位明星,我就不说名字了,正好在微博上晒娃,分享自己的生活照。 随后可想而知,遭到了一群键盘侠们的攻击和谩骂。 说他,那么多人在袭击中都死去了,为什么你还有心思晒娃呀? 然后当时很多人在网上就吵了一通。 我们都知道这是一种道德绑架。 这些道德绑架者,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评判论断他人。 好像你没做大家正在做的事,你没说大家正在说的话,你就是不道德,你就是冷漠。 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道德绑架也一直都有,只不过大部分时候,不是这种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方式。 比如开会的时候,尤其是开大会的时候,有人在台上说话,如果说的都是一些假大空或者橙色烂调,或者一些官话套话,那么当你周围的人都鼓掌的时候,你会不会怀疑为什么你也要跟着鼓掌呢? 如果你觉得他说的是废话,说的不够好,那么在那种情况下,不鼓掌可以吗? 再比如,面对一些灾难,大家都哭泣的时候,你没有掉眼泪。 因为可能你真的不觉得悲伤,或者觉得没有必要用流眼泪来表达悲伤,那么不流泪可以吗? 如果你遇到乞丐,不必找理由说他们都是骗人的,我们不管这乞丐是真是假,遵循内心的想法说出,我只是不想给钱,可以吗? 当道德高地被占据的时候,被绑架的除了道德本身,还有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和对每个人的尊重。 面对这些,我们有没有不悲伤的权利呢? 就像那位明星那样,我们有没有只忠于我们自己眼前生活的自由呢? 如果你也有过类似这些细微的感受,那么也许今天你就能在《局外人》这本书的主角身上找到更多的共鸣。 我们今天把存在主义哲学放到后面再说,先把视角放到文学,放到这本书本身,因为它首先有故事和人物,然后才是哲学。 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加密,颁奖词是这样说的,由于他重要的著作,在这著作中他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这句话中有两处很值得我们关注,一个是我们这时代,另外一处就是明察而热切。 为什么颁奖词要强调我们这时代呢?指的是什么时代? 就是在人们经历了二战之后,战火席卷了大半个地球之后,幸存下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变得很迷茫,很痛苦。 所以颁奖词强调我们这时代,就是因为存在主义,不论是它的文学还是哲学,适应了战后的精神需要,使精神苦闷又不甘心沉沦的人们找到了支撑。 所以沐昕先生不是说吗?存在主义哲学是一种大众哲学,也是一种励志哲学。 而另外一处,明察而热切,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就要从书中感受了。 局外人这本小说刚开始接触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一种冷漠,麻木。 主角莫尔索跟社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疏离感,总觉得他不是我们现实社会中可能有的人。 并且,这本书是用第一人称写的,我们很少能见到用第一人称的写作方式,反而却能表现出比第三人称更加的冷静和理性。 加缪用非常简洁和抽离的描述方式,塑造出了一个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置身事外,对一切都无所谓的局外人。 全书的第一段是这样写的,今天妈妈走了,又或者是昨天,我也不清楚,我收到了养老院的电报,母墨,明日下葬,节哀顺变,这完全看不出个所以然,也许是昨天过世的吧。 就这么一段开篇,面对母亲去世,墨尔索她有着超乎寻常的冷静和淡定,这种麻木和冷漠一下子就压在了读者心头,一直到这本书的结尾都挥之不去。 不得不赞叹,加缪的文字太令人佩服了,我相信任何有写作目标的人,读过加缪的文字之后都会感到一种绝望,就是会觉得世界上能有人把故事写得这么棒,自己一辈子可能都没希望了。 就短短的开篇一小段,故事风格,人物性格都跃然纸上,牢牢地印在了读者心里。 同样,这种麻木和冷漠还发生在主角墨尔索生活的一切方方面面。 他的一位邻居是一个小混混,跟自己的情妇吵架了,这位邻居自己不大会写字,就想让墨尔索帮忙写一封信,去羞辱他的情妇。 写完之后呢,这位邻居跟他说,现在你是我货真价实的好哥们儿了。 可是墨尔索却觉得,当不当哥们儿其实对他来说无所谓,什么哥们儿不哥们儿的,当也行,不当也行。 但既然他这么有兴致,我就顺了他的意。 在故事中,主角生活在阿尔及尔,就是现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在当时呢,还是法蜀殖民地。 墨尔索工作上的老板要把他调往巴黎去任职,可是墨尔索对植物调动虽然表示同意, 但去不去巴黎对他来说其实也无所谓,因为他觉得生活在哪都一样,他对现状也没有什么不满。 这种想法,凡尔招来了老板的批评,说他缺乏理想抱负,可是他觉得这些所谓的理想抱负真的不重要啊。 墨尔索的女朋友问他是否爱他,他说这问题没什么意义,他觉得好像不爱。 后来呢,女友又问他,要不要结婚? 他说无所谓,如果女友想结,那就这么办。 女友又问他,说你既然不爱我,为什么要和我结婚呢? 墨尔索解释道说,这真的不是重点,既然你喜欢,结婚有何不可呢? 无所谓啊。 就这样,一个看似对一切都无所谓的人,一个与我们所处社会的人情世故格格不入的形象, 他消极冷漠地对待一切,怎么会有诺贝尔文学讲评语中的那种明察而热切呢? 开篇我们就知道,墨尔索的母亲去世了,在送母亲出病的时候,当天天气很好,他们走在乡亲, 他突然觉得,如果没有妈妈的死,这样的天气出去散步踏青该有多么惬意。 送葬之后,墨尔索回到市区,由于前一天首夜,他已经困倦不堪, 所以他心想,自己终于可以回到家,一下子倒头睡觉了。 第二天呢,他出去游泳,遇到了一位之前的女同事,他们两个人曾经都相互爱慕, 这一次遇到,很自然地,他们就开始约会看电影,然后两人一起回了家。 我们说上面这些场景和描述,算是冷漠还是热切呢? 有人会觉得,母亲去世了,送葬的时候,他为什么还会觉得这样的天气适合踏青, 他应当很悲痛才是啊,他应当痛哭流涕啊。 他回到城里之后,为什么首先想着的是睡觉? 为什么第二天就能和新女友约会看电影滚床单? 按照常理来说,对于母亲的死,他应当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呀。 当我们这么想的时候,我们和自己吐槽的那些道德绑架者有什么不一样了吗? 如果没有母亲的死,他这一系列行为都再普通不过了,并且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可是就因为母亲去世,就连一切都变得不同了吗? 在给母亲送葬的时候,是不是只有痛哭流涕才是爱的表现呢? 必须要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深陷悲痛才是正常的吗? 在郊外,看到好天气时候的发自内心的愉悦, 熬了一整夜之后的困倦疲惫, 与爱慕者情投意合, 这些难道都不可以在母亲去世后的短时间内表达出来吗? 必须要无时无刻都表现得很难过吗? 所以,我们说的这种热气, 是墨尔索对眼前事物,对当下生活本身的热爱, 是加密尔通过墨尔索这个人物表达出来的那种对人的温情和关怀。 墨尔索对他的妈妈也并不是冷漠, 因为人已经去世了,再痛哭流涕有什么用呢? 开篇第一句, 今天妈妈走了,她用的是妈妈而不是母亲。 萨特评论说, 这是一种温情的带有孩子气的称呼, 所以并不是冷漠无情, 也不是麻木, 它只是真实而已, 是一种我们都掩盖在约定俗成的社会生活之下的真实, 真实的与社会格格不入。 墨尔索这个人物, 在二十世纪文学历史上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形象, 他常说一句话, 怎么样都行, 跟不跟那位混混邻居当哥们对他来说怎么样都行, 跟不跟女朋友结婚, 他也是怎么样都行, 要不要听老板的去巴黎工作, 还是怎么样都行, 因为他觉得生活在哪都一样, 所有的生活都是一样好。 故事发展到后半段, 由于他的那位混混邻居的缘故, 他失手杀了一个人, 在一片沙滩上, 对方拿着明晃晃的刀对着他, 而杀人的原因是因为, 太阳太过刺眼, 害了水滴入眼睛, 以及对方那把刀反射来的阳光, 就在这样被晒得被热得昏昏沉沉的状态下, 糊里糊涂的, 墨尔索就扣动了扳机。 被捕之后, 杀妹杀人对他来说, 竟然也是无所谓的。 当法官问他, 后不后悔的时候, 他思考了一下回答说, 与其说后悔, 不如说这对我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困扰。 他的律师一直尝试让他在法庭上表现出悔过的样子, 博取陪审团的同情, 可是墨尔索真的发自内心的没有感到后悔啊, 因为他认为他也不能装作后悔, 这不是事实。 在书里他这样说, 我也想试着诚心的甚至友善的向我的律师解释, 自己从来没能对任何事物后悔过, 一直以来, 我总是专注于眼前, 像是今天或明天即将到来的一切, 无暇顾忌过往。 墨尔索表现出的这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无所谓, 使得他完全游离在我们的社会之外, 像是一个局外人。 这种疏离感是整部作品和墨尔索这个人物给我们呈现出的, 印象最深刻的感受。 而这种真实自我与社会疏离的感觉, 就是墨尔索要表达的荒诞。 墨尔索的这种荒诞并不是那种无厘头, 也不是通过夸张方式讽刺社会的荒诞。 这本书没有在讽刺, 对于墨尔索来说, 它真的怎么样都无所谓。 他觉得什么时候死都一样, 世界本身就没有意义, 何必去讽刺它呢?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种荒诞感呢? 墨尔索在另外一本书中形容过, 荒诞感是一种人与生活背离的感觉, 就好像照镜子看不到自己的那种感觉。 墨尔索像是突然间布景倒塌了。 我们现在看戏剧的人比较少, 这种布景倒塌是什么感觉呢? 那我们换一个例子。 你想象一下, 你正在电影院里看电影, 正当你沉浸其中, 被剧情感弄得热泪盈眶的时候, 突然有那么一瞬间, 镜头穿帮了。 扛着摄像机的摄像师, 坐在小马扎上的导演, 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和一堆堆道具, 都出现在了镜头里, 但是只有那么一瞬间被你看到了。 这个时候, 电影中的演员没有发现这个情况, 还是疯狂地投入在表演当中。 你又转头看周围的观众, 他们好像也没有发现, 还看得津津有味。 但是这个时候, 对你来说, 这部电影你就完完全全 再也找不到 刚刚那种沉浸其中的感觉了。 我们说, 你出戏了。 你与电影里的故事和人物 顿时疏离了。 你觉得这是滑稽也好, 或者厌恶也好, 这个时候, 加密所说的这种荒诞感就出现了。 那么, 如果这部电影就是我们的世界, 穿帮镜头出现的那一瞬间, 就是你发现了这个世界 是无意义的那一刻, 那么墨尔索的这种无所谓, 你也就能理解了。 我们回到故事当中啊, 刚刚说的这种荒诞感, 在法庭审判墨尔索的时候, 达到了巅峰。 墨尔索看着周围的人, 看着法官, 看着他自己的律师, 看着检察官, 都好像我们看到穿帮了的电影中, 演员扔在卖力表演一样。 所以, 他觉得即使是坐在被告席上, 听别人在讨论自己也是挺有趣的。 可是令他不解的是, 明明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为什么人们都在讨论他的灵魂呢? 人们讨论他的灵魂, 就是在进行道德审判, 而不是法律审判。 不论检察官还是律师, 都没有人关注他杀人的事实, 一切都围绕在他母亲葬礼那几天他的表现上。 更具体一点说, 是因为他在母亲的葬礼上表现得无动于衷, 没有哭泣, 是因为第二天他就和新女友一起去看电影回家过夜, 是因为墨尔索做不做哥们都无所谓的那个邻居, 是一个流氓混混。 在法庭上, 这一切好像都是他的罪证, 好像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道德败坏者, 是一个十恶不赦的罪犯, 好像也可以证明他扣动扳机那一刻是有预谋的。 检察官说, 他怀着一颗罪犯的心埋葬了母亲, 这个人没有一次为自己不可饶恕的重罪感到懊悔。 最终法官宣读判决, 以法兰西国民之名将他处意在广场上斩首失重。 加密尔在谈到他自己这本书的时候说过, 在我们的社会里, 一个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 他就会有被判死刑的威胁。 这句话同时也印证了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句颁奖词, 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 可是对墨尔索的审判还没有停止, 法庭的审判结束了, 但上帝的审判又来了。 监狱通常都会安排死刑犯在行刑的前一天与牧师见面, 因为在监狱的牧师看来, 所有死刑犯在这样的时刻, 最终都会诉诸上帝的宽容和帮助, 希望获得内心的宁静, 而不是陷入无尽的绝望或者恐怖当中。 可这一次, 监狱牧师遇到的是墨尔索, 他并不相信上帝, 他只相信他能掌控的眼前生活。 牧师跟他说, 人类的审判微不足道, 上帝的审判才是至高无上的。 可墨尔索说, 我只是被告知自己犯了罪, 所以我得因此付出代价呀, 除此之外, 没有人再有权对我做出任何要求, 所以也不要让我忏悔, 因为他从来都不后悔任何事情。 所以, 不论牧师怎么说, 他都是无动于衷, 牧师难以接受, 感觉很苦恼, 因为所有人在这样临死的时刻, 都会去寻求上帝的安慰呀, 可是墨尔索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呢? 牧师问他说, 所有人都想象过来世, 你的来世是什么样? 在这里, 在整篇故事中, 墨尔索他唯一一次愤怒咆哮, 他对着牧师喊道, 能让我记起这一世的, 就是我想象的来世。 这句话说得太棒了, 我非常非常喜欢, 这种对当下生活的真实, 能给予人无尽的力量。 接下来呢, 就是文学史上非常经典的一段话, 是墨尔索对着牧师说的, 我表面上看起来也许是两手空空, 但我对自己有把握, 对一切都有把握, 对自己的人生和即将来临的死亡有把握, 比他有把握的多。 没错, 这是我手上仅存的筹码, 可是, 至少我掌握了此一事实, 一如他掌握了我, 过去我是对的, 现在我还是对的, 我一直都是对的。 这是我的生活方式, 只要我愿意, 它也可以完全是另外一种。 我选择了这样做而非那样做, 我没去做某件事, 却做了另一件事, 然后呢? 就像我一直都在等待这一刻, 这个我将被证明无罪的黎明, 一切的一切都不重要, 我很清楚为什么, 他也很清楚, 从我遥远的未来, 一股暗潮穿越尚未到来的光阴冲击着我, 留过至今我所度过的荒谬人生, 洗清了过去那些不真实的岁月里, 人们为我呈现的假象。 他人之死, 母亲之死, 他的上帝, 他人所选择的生活, 他人所选择的命运, 与我何干? 反正找上我的这种命运, 也会找上成千上万的, 像他一样自称为我兄弟的幸运儿。 所以, 他明白吗? 活着的人都是幸运儿, 世上只有这一种人, 大家一样迟早要死, 连他也不例外。 一个谋杀罪被告, 若只是因为没有在他母亲下葬时哭泣而被处决, 那又如何? 在上帝的审判面前, 穆尔索胜利了, 他确定了自己生活方式的全部正当性。 我们大部分人, 虽然没有穆尔索这种面对上帝的咆哮, 但我觉得几乎每个人都曾经面临过这种道德审判, 比如说在上学的时候, 你一定有过写检查或者写检讨这种经历。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但是我曾经就认为, 如果你认为我做错了, 那你就惩罚我好了。 为什么要写检查, 写检讨? 更重要的是, 为什么所写的检讨还必须表现出十分愧疚呢? 为什么要让我们对所谓的那些错误有深刻认识? 为什么要让我们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懊悔? 可是我并不懊悔啊, 我们的青春, 我们过去的生活, 他们认为我们所犯的错误和其他我们经历的那一切组成了现在的我们, 为什么要懊悔呢? 我读的这个版本的封面有这样一句话, 我知道这世界我无处容身, 只是你凭什么审判我的灵魂。 最后啊, 故事和人物我们都看过了, 我们再聊一下存在主义哲学, 为什么说这是一部存在主义代表作呢? 提到存在主义, 就不得不说萨特, 他是存在主义的极大成者。 以往的哲学家们几乎都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是谁, 就是说人的本质或者本性是什么? 过去啊, 大多数哲学家呢, 都一直在探索人的本性, 寻找人的本质, 比如亚里士多德就说过, 求知是所有人的本性, 或者我们古时候的圣贤也讨论过, 人之初是性本善啊, 或者性本恶, 这些啊, 都是对于人的本性的探寻。 但是到了近代, 尤其是到了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这里, 他们则是很明确地反对这种尝试寻找人的本性的方式, 他们认为, 人并没有一种先天的不变的本性或者本质, 人的本质都是后天自己创造的, 并且比本质更重要的是存在, 萨特认为, 人的存在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 我存在这个事实比我是谁更加重要。 所以说, 存在主义最重要的三个原则, 第一, 存在先于本质, 第二, 自由选择, 第三, 世界荒谬, 人生痛苦。 我们先说前两个原则, 其实这两个原则对于我们接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来说, 一听就懂, 你是谁, 就是说你的本质是什么, 不是你在出生之前就已经决定了的, 你要先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先出生, 然后成长, 然后生活, 这些都是你的存在, 你先有了自己的存在, 然后我们每个人再通过自己的生活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本质。 或者说, 萨特认为, 人之初是空白的, 是一张白纸, 每个人自己去梳洗和创造自己的本质。 那我们每个人的本质怎么创造呢? 就是通过存在主义的第二个原则, 自由选择, 来创造属于自己的本质。 这里的自由选择, 并不是那种脱离了环境的没有限度的绝对自由, 而是一种通过自己的判断做决定, 并且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的自由。 所以说, 在存在主义思想中, 没有什么特质是一类人天生应当有或者应当没有的, 也没有什么人是天生一定要做什么或者天生不能做什么的。 OK, 那么我们说到第三个原则, 世界荒谬人生痛苦, 这怎么理解呢? 我尝试避开那些晦涩的词语, 希腊神话中有这样一个关于西西福色的文化, 希西福斯的故事。 他触犯了众神, 众神为了惩罚他, 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 可是因为那块巨石太大太重, 每一次推上去, 那个石头又滚了下来, 于是他就不断地重复, 永无止境地做这一件事, 他的生命也就此慢慢耗尽。 这样看, 希西福斯的生命变得毫无意义, 在家没有看来, 我们的生活其实都一样, 都是推石头的希西福斯, 每天起床上班, 吃午饭, 下午继续上班, 然后吃饭, 睡觉, 每周一二三四五, 拼命地把石头推到山顶, 周末放松下来, 石头又滚了回去, 就这样周而复始。 可是, 家没有虽然意识到了这种无意义, 但他并没有因此陷入虚无, 他并不消极, 反而认为人生越没有意义, 就越值得去过。 那这又怎么理解呢? 因为, 当我们看到生活的荒诞, 发现了一切都没有意义之后, 这只是一个开始, 更重要的是, 怎么样去面对和反抗这种荒诞。 所以到这里, 我们就能看得出, 家缪和萨特的不同, 萨特是通过自由选择去对抗荒诞, 而家缪则是反抗。 荒诞就意味着世界没有意义, 并且你还能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没意义, 而反抗是指生活在这个荒谬世界中的人, 只有在反抗中才能获得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家缪说, 我反抗, 故我在。 就像穆尔索那样, 寻找到自己生活方式的全部正当性, 就是对这个荒谬世界最好的反抗。 所以, 把家缪的这种反抗放到西西福斯神话当中看, 在一次次没有希望的痛苦中, 西西福斯再一次又举起了双臂, 明知后果却又继续前行, 石头因此成为他行动的见证者, 他每向前一步都是对荒谬的反抗, 石头已经不再是纵神惩罚西西福斯的工具, 而是西西福斯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证明。 所以家缪说, 人生越没有意义, 就越值得去过, 因为当你意识到荒谬之后, 意识之下的生活本身就在证明着你的存在, 幸福便来自其中, 这就是家缪所说的反抗。 家缪最终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攀登山顶的拼搏本身足以充实一颗人心, 应当想象西西福斯是幸福的。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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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